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他的天花吧 这三只银行股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我都一直跟大家说是属于逢低入场持续 但是在DBS呢在下周呢即将公布他的即将派息 所以在这个节点之上呢再加上他已经连续进行了两波的上冲 所以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又觉得很想提醒大家啊注意他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2月份开始第一波上拉啊之后呢又从3月开始第二波上拉 目前已经拉的蛮多的那在他的XD之前呢会不会有一个回调 我个人觉得会有一个大概率啊所以下周呢这只股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除了DBS之外呢可能UOB和OCBC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走势 从周五的这个收盘的表现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涨势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回撤啊 所以这三只股票提醒大家在下周要特别的注意 等他们XD之后发完股息啊之后如果说是有一个over adjustment 我们再来看啊所以提醒大家OK呢除了本地的三大银行股之外呢呢其他的几只在海址里面的股票啊像 一宝啊开破那这只股票呢嗯前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他的7块4毛6左右的一个阻力点位 所以如果下周能够顺利的突破占上7块5上那上方没有太大的卖压 也就成为了我们The Sky is the Lame天空将是他的天花板的一个经典的形态 所以这只股票啊目前来说长期趋势依然强劲啊只是节点看下周能否突破 那ISD Engineering呢目前已经突破了阻力点位4块钱进入到了4块到4块1毛8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所以只要4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点位能够支撑住的话目前他的长期走势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另外一支呢是上周啊在盘中呢给客户们群发了一支股票提醒 那就是SATS的新祥集团那群发的时候是在周二当时跟大家说 是因为自从啊今年1月份开始一个下跌啊出现出场点信号之后 一直到本周二才出现了一个入场点 所以这个的指标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再加上底部的红色超卖红柱变成了白色 所以两个指标的叠加我就非常有信心给客户们在盘中群发了这样的一支股票提醒 那在周五的时候也是表现非常不俗 一个大的交易量啊伴随着一个大的拉升 所以这支股票下周我觉得还可以关注 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就在盘中啊收到我的第一 我的第一手的股票信息 欢迎来找我开户 开户是免费的 那Vinture呢这支股票呢目前也到了一个节点 那那个节点呢也就是在14块4啊这样的一个左右 可能会有一个阻力点位 如果说下周能够突破14块4或者是占上14块半啊 那这样下上方的一个卖压呢就会减少 可能会更上一层楼啊 所以因为它目前的这个K线呢还是在我的绿色四代之上 以及它的60均线叠加呢是本周出现了一个入场点信号 所以整体来说表现是很有潜力啊 所以下周可以多多关注啊 那杨子江团野这支股票呢 你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已经成功突破了它的1块9的一个阻力点位 那看啊下周一如果说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涨势 并且继续收涨在1块9以上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1块9之上能够有所巩固啊 那上方也就是没有太大的卖压 也就成为了我们的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的又一个经典的图形 所以这支股票啊也是值得大家多多关注 首先说它的fundamental非常好 它的outbook也是好啊很多 所以上呢就是对新加坡的在海址里面的blue chips 蓝筹股的一个看法 那还有几支呢是属于MICCAP 像UMS这支股票呢你可以看到经过 差不多一个月的一个回撤 那目前呢股价在1块3毛半啊 也是在我的绿色四代之上 也是在60日均线左右 叠加的一个周五出现的入场点信号 所以这支股票啊我觉得下周可以继续观看 那Best World这支股票呢 其实在本周也是在给大家在盘中有说 从图表上来看呢 这个红色四代 长期的红色四代终于在本周出现了转变 变成了一个绿色 那就相当于长期趋势的一个逆转 这支股票呢是因为公司公布要进行部分收购 那这个部分收购呢至于什么价格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公司还没有公布它的收购价 但是目前来看啊 从图表上来看它的走势还是 非常的比较牛市啊 非常比较牛市 可能下周还需要大家多多注意啊 它的目前的支撑点位 那可能从一块八毛四啊 我们就调整了一下 调整到两块 如果说没有跌破两块 所以它的走势呢可能还有所延续 但如果说能够 如果说下拉到两块以下的话 就可能说会有一部分的调整了 会有一调整 那这个是白苏 那另外一支股票呢是欧拉米 也是在本周盘中 我有给客户们发了这个股票提醒 当时的时候是突破了一块零七的一个阻力位 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你上一次的视频当中 我也有提到啊 这支股票可能是我们的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所以对这支股票大家感兴趣的欢迎看 我上一期的视频 那除了 MitCap之外呢 还有一些Penny Stock 本周表现也是非常的有看点 像 Rex International 这支股票呢 也是被很多吵架炒的一支股票 目前呢 它在经历了啊 从3月5号开始一个下拉的回撤 那终于在本周呢 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呢 就伴随着一个很大的交易量 看着是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这个趋势呢 反弹的趋势有所延续 那另外的两支也是属于油气股 那一个是RH Petro Gas 那另外一支呢 是Dynamic Dynamic这支股票呢 我们是在2月份在盘中就有给客户们群发这支股票 为什么当时说这支股票呢 是因为它的 入场点信号的出现啊 爷家呢 底部红色超卖柱 转变成白色 所以这支股票啊 这个有给大家发 所以是在2月份 那从2月份的0点啊 这个24245 一直涨到了现在的0.375 所以目前来看啊 油气股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强劲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最近啊 石油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俄罗斯 说他们要减产啊 减产 供给会减少 那需求还在的话呢 这个价格就会上涨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供需关系 那回到我们说的 OK 这个是布伦特原油啊 这个价格已经到了87美金 清原油 也是到了83美金 所以石油的价格的走势是非常的不错 那石油股啊 那油气股的表现呢 也是相当的有看点 所以下周呢我觉得还可以重点的观看 那本周表现还是非常好的一支股票呢 就是Riverstone Riverstone其实是上周就有好家在炒它 但是在本周呢经过了横盘震荡整理之后 终于在周五再次上冲啊 那目前来说它的支撑区间呢 应该是它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0.8到0.825 只要能够支撑住呢 上方呢可能会再上一层楼 所以下周呢可以重点的观看 另外一支Penny Stock呢 就是Bincuon啊 这支股票我看也是有很多客户 再炒再投资再trade这支股票 那目前呢也是本周的走势 已经连涨了三天 也是突破了它的一个0.8 0.081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位 进入到0.081到0.088的一个区间 如果下周能够继续啊 突破0.088 那这个走势呢 可能就会向0.100的方向啊 可能有这个趋势 如果说在0.088遇到了一个阻力的话 可能会向0.081的方向进行回撤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走势是非常的不错 它的动能也是非常的强劲 除了这几支Penny Stock之外呢 我们上周的视频当中 我们也点了一支股票啊 这支股票也是RITS 它是USD的RITS Manulife RITS USD 这支股票本周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上周收盘呢 就是在0.067附近呢 本周呢已经涨到了最高0.082 深受很多吵架的欢迎 那目前也是突破了我的红色四带 有着海底捞月的情况 一个经典的图形的出现啊 那上周给大家说的时候 主要是用的是Shobertrain的一个指标啊 当时的Shobertrain指标呢 突破了0.064 出现了一个买入点的信号 同时突破了60日均线 表现是非常不错啊 经过了几天的上涨啊 这个我看有一些客户有赚到钱 那另外一支USD的RITS呢 这个KPEG AUK RITS CMOU这支股票呢 本周我也是在群里面 在我的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里面 有给客户们群发这个股票提醒 本周也是连涨了五天 也是突破了它的Shobertrain的Signal 这支股票来看它到了一个节点 也就是0.142的这个阻力点 如果说下周能够有所突破的话 可能啊 我觉得还会再上一层楼 因为它上方 0.142左右呢 也是它的60日均线的这样一个节点 这就是三支本身的一个 USD的RITS 属于Penit Stock 但如果说大家 要以投资的角度啊 投资RITS的话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 在海指成分股里面的七支RITS 其中呢Maple Trade啊 就占了三支Maple Trade的RITS 还有两支啊 FREADS的RITS 剩下两支呢 就是Capital Land的RITS 所以这几支股票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的观看 这个是属于长期的一个投资 所以至于为什么投资RITS呢 大家可以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都一次的讲了 只要美联储降息 或者是这个预期的增加 对于RITS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好 那这样来讲呢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还想讲两支 就是外国的股票 一支是美股 一支是港股啊 首先讲 这个港股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小米 小米集团 那小米呢 在昨天公布了 它的小米汽车 苏七 它的一个售价 比预期的售价 会比较来得更便宜 所以它在半个小时之内的 预定量就已经超过了5万辆 所以非常的受市场欢迎 所以在昨天晚上 小米ADR 美国的小米的股票呢 都已经涨了10% 那在本周一呢 我可能啊 小米集团的股票呢 大家也要可以特别的注意啊 因为小米的 它的渠道 小米的产品 小米的品牌 再加上小米的汽车 慢慢的 我觉得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对于它的销量来说 非常的利好 所以这只股票 大家可以从 今天可以 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 它的长期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一只股票呢 也是中国的股票 但是在是美国上市的 它是一行 那这只股票是做什么呢 它是做那种 垂直起降 载人空中 空中低势啊 也就是 低空飞行的啊 看上去很像于大型的那种 无人机 但是它是可以 载人的啊 你在里面设置 你要去的地方 它就从A 给你运送到B啊 这样的一个 呃 载人飞行器 它目前呢 已经在中国 拿到了许可证 也开始了商业的飞行 并且你在淘宝上 也可以去买 他们的这大型的飞行器啊 虽然不便宜 但是它的 来的 应用的前景 是非常的好 而且在 目前在中国 在 这个无人机 载人 航天器的 这个 许可证 比较越来越多啊 所以对于整个的 低空经济的 巨大的潜力 大家可以慢慢的啊 从今年开始 2024年 可能是低空经济的 一个元年 从今年开始 大家一定要 往这个赛道 这个板块 多多的关注啊 好 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 主要的 股票啊 简单聊一下 那大部分还是新加坡的股票啊 只有两个 只是外国的股票 那 有很多股票 都是在本周呢 盘中有给客户们群发的啊 一个股票提醒 呃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股票还可以的话 欢迎帮我点赞和评论 最重要的是评论啊 因为好像根据YouTube的机制啊 您的评论 可以帮忙 他们会有一个算法啊 帮忙推荐啊 给 视频啊 给YouTube的用户啊 所以感谢大家 那 如果说想要在第一时间就收到我的信息提醒 欢迎来 联系我开户的方式呢 可以扫描 这个视频上方的二维码啊 是YouTube下方的链接 或者是我们滚动的这个 WhatsApp 我只有这个WhatsApp啊 啊 没有Telegram的群 那个给大众的群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冒充我啊 见了一些 Telegram的群啊 或者是WhatsApp Grab的群 所以这些都是 Fake的 他们都是Fake的 所以只要认准我的这个WhatsApp 才是正宗的 所以大家要擦脸眼睛 不要上当受骗啊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这样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 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 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 每日股评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